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见到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位嘉宾周正峰中医师 周正峰中医师你好 今天叫你上来上星期中秋节 争秋夺鼠的天气好像又冷又热 我经常听到病人说一转天气鼻子就感到疯狂 今天就讲究竟这些是什么来的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经常会遇到流鼻水打痴的情况 在很多市民来说很难分别 以为这些是感冒 很多时候会去药房买一些西药 或者是即刻忠诚药 吃一些感冒药 以为就没事了 没错成了感冒药之后鼻水会收了 但是发现原来吃来吃去 第二天地朝起床又是这样避痕 又再打痴 虽然被水收了 但是避痕的痕疗已无止到 而且反复不断地出现 这么奇怪的 原来这种不是感冒 还有很多人误解了 这种是我们中医或西医 其实都是这样界定的 这种是鼻敏感的症状 鼻敏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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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 西医我们听到有什么过敏性避炎 其实是否和同一样东西 有些不同 其实是 学名叫过敏性避炎 是的 就是统称鼻敏感 市民一般都是这样的 嗯 好 我又知道有些人 早上起床才发作 早上起床 一起床 鼻子很痕 接着就立即流鼻水 又打痴 又鼻塞 接着整卷厕纸用光 是 有些不是早上 有些无时无刻都发作 有些是晚上发作 有些是出入冷气房才发作 是的 其实这些 总之是否我们觉得 反复发作 就是好像吃了药 好之后 好之后 好快又发作 那时候 都是可以叫鼻敏感 其实 统称也是叫鼻敏感 不过 因为鼻敏感 有个发展的周期不同 譬如说 初起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通常是早上起床才会有 敏感症状 是的 如果是 久了一点 可能他身体的症状 会复杂了 或者是深入了 是 就显示到可能日间都会有 正气差了 正气差了 会严重了 就会牵连到 平时日间 下午都会有 是的 如果再久一点 十年 二十年 可能虚症的特别 越来越明显 可能出现了那种 引致到内藏功能 更加衰退了 这种我们叫肾虚症的 避敏感 这种不同的阵营 变了夜晚 日间 甚至乎全日 都是避水 避涕 都会有精神出现 是的 刚才你说的阵营 一会儿 好像Daisy也有些阵营 问一下你 她做了很多手袖 是 不过未问之前 都再问一下 为什么呢 香港 好像东南亚 台湾 和城市 好像特别厉害 为什么呢 其实被敏感 形成是 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 很多时候是 空气的温度改变 例如 突然间 天气正在热 突然间转凉了 那天 转凉了那天 交接的时间 特别多人 会出现症状 另外 例如 出入冷气场所 亦是温度改变 所以如果城市里面 特别多商场 我们回到家 有冷气机 开住 出到街上 又流汗 一冷一热之下 温差太大之下 就很容易出现 鼻敏感 即是加剧了 所以在城市里 亦是经常见到 鼻敏感的症状 那些尘埃 有时听到尘满 有些人说摺一下被子 掃在家的尘埃 都会来的 例如 家里都是危险的地区 是一个病发的工艺区 因为我们家里很多时候 床上很多的 我们在家里 带了很多的细菌进来 如果不是即时换衣服 或者我们在房间换衣服 脱衣服的时候 尘满或细菌都会 黏附在我们周围 在那些被子 床上 甚至乎 有些城市人 习惯了回到家 不换衣服 就跌跌下去休息 有些这样的 Daisy 我当然不会 原来是这样 很流行的 我自己见过很多朋友 以前在外国读书的时候 经常见到一些同学 一回到家 就跳跳上床 好像跳大床 就像这些外国人 喜欢早上洗澡 晚上 回到家 就立即飙上床 一回到家 就飙上床 跌上去 身上的细菌 或是在外面 寒液 全部都跌上去皮 床上很多细菌 滋生 或者是那些 寒液的皮舌 全部都留在床上 很多食物 留给细菌 是吧 这些食物 是的 那些皮舌 那些寒液 其实都是一种食物 对于细菌来说 对于细菌来说 是一种食物 那么多食物给细菌 它就会生长速度 不断增长 又快 它的繁殖速度越来越快 还有 潮潮湿湿湿 会不会令细菌生长快些 亦会的 例如梅南天的时候 细菌之身也会特别厉害 毛菌 或者是梅菌 亦是引致鼻蜗 一种质敏源的很重要的因素 是的 另外 城市里有很多汽车 汽车的层 也有很多死气 空气污染 尤其是香港 空气污染很厉害 很多人在外国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回来香港 避免金特别严重 因为周围的死气 有些肺气特别多 空气污染指数高那天 它就特别严重一点 是的 所以 是的 我知道 好像我们女孩都很喜欢 抱着公仔 或者小朋友 抱着毛公仔 上床睡觉 是否容易引致鼻敏感 那当然 毛公仔 就更加比皮 床单更加严重 因为 皮 很多时候 枕头肚 床单 我们可能都 一个星期试一次 有些人 我听过有些人说 一个月洗一次 但是 太久了 就要积极一点 洗床单皮 而那些毛公仔 它会感觉 比皮 应该更久一点清洗 很多时候 可能一个月 几个月才洗一次 那些毛公仔 滋生的细菌 满虫 的数量 比皮更加多 所以 家里有小朋友 很喜欢玩毛公仔 的家庭 小朋友 有鼻敏感的频率 程度 亦都会更严重 好像猫狗 也有样子 猫狗 也是 猫狗和毛公仔 一样 看你摸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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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狗狗 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不是经常要洗澡 因为 猫狗 如果要洗澡多 可能会容易病 容易皮肤 甚至皮肤出现问题 是 可能几个星期 甚至乎一个月 我见外国有些朋友 说 它一年才会洗一次澡 可能不是吧 我不知为何它会有这个概念 但是很多医生 动物专家 受医 都会说 不要跟猫狗 冲那么多量 怕它皮肤上 一些自然的抵抗力 会消失 没有了 但起床另一个问题 就是家里 可能一些细菌 爬上去 或者一些虫爬上去 猫狗的毛上 它繁殖的速度也很快 就是这样 所以也引致家里 例如有跟宋嬷的朋友 都要留意一下 都要留意一下 自己要注意清洗得好些 或者帮充多些量 是的 我知道 我见到有些家里 例如父母有 小孩和子女都有 其实鼻敏感有没有遗传的倾向 其实鼻敏感遗传的 基于率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父母两者都有的话 其实有小孩和鼻敏感的 几率大概是二分之一的机会 也挺多 但如果是父母 随便一方有的话 它只有四分之一的机会 这个就是 好像我们计计生物学的时候 计算一下 DNA的配队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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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敏感好像也影响香港人很多 我知道报告 香港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有不同程度的 导致鼻敏感 每年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鼻敏感的数字 其实过往 每年都递增十多 是的 是的 是不是香港特别多 香港特别多 是的 现在很多大城市 和香港差不多 都会越来越多 是的 因为人的鼻敏感 不单止是因为 那个 尘埃 或者空气污染 原来 和人的身体抵抗力 都很有关系 鼻敏感本身 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 是的 它和很多我们的 牛皮线 或者濕疹 都是同类的 是属于 免疫系统 功能低落的 一种疾病 是的 而城市人很多时缺乏运动 有很多时工作太忙 变成粗劳过度 身体自然比较虚弱 抵抗力自然下降 当抵抗力下降的时候 身体自然容易触发这些疾病 是的 过往 我记得去年的数字 应该去全香港 应该去到120万的患病者 是的 都很厉害 是的 鼻敏感的患病人数 但是其实这些患病人数 有没有分辨 男人多些 女人多些 有没有 即是老些 年纪大些 有没有呢 其实通常 小朋友的老人家 看病人多病者 会多些 是的 中青年 身体壮实些 的人 是比较少年 就像我那些 有少年 强壮有 这样的情况 年纪大了 本来很壮实 年纪大了 可能也会有 Tin Sir暂时没有 都很年轻 其实都可能 有些事情 是的 是的 这样 终于斯 其实你说鼻敏感 那么多 其实我们有没有 一个定义 说鼻敏感 譬如说 观众看到了 刚才我们解释了这么多 有没有说 一发这些症状 我们知道它是鼻敏感 就不会是双方感冒 有没有定义 有没有定义 我们会出现一些喉咙痛 发烧 甚至咳嗽症症状 是的 而且可能会引致肠胃炎 等等的病发症 或者肺炎 这些病发症 是的 而鼻敏感 它就没有这些病发症的出现 是的 它不会发烧 就不会咳嗽 也不会出现肠胃炎的病发症 它单纯是流鼻水 所以经常是不容易好 你吃了药它又会离 吃了药它又会离 如果你适当的诊词 对症下药当然就没有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你误诊了 当它感冒的话 那就是很难好 是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病人 基本上都不知道 每一次发病 就去看医生 当时有没有感冒 感冒未清 每一次都未清 一路不清了 十多二十年都有 是的 但是他都认为自己感冒 是的 因为有些病人 他自己觉得 他一去到就告诉医生 医生我感冒 是的 其实这些观念 要改一下 这些观念要改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 现在的城市 都是病人主导医生的 是的 他一来到就说 医生我耳朵不平衡 已经告诉你 是的 其实这些观念 要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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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是否真的 是的 没错 如果在中医的范畴 鼻敏感 我们最主要发病的原因 有没有说内因 你知道中医 之前好多集中医 有分内因外因 是否也有这样的解释 也有 也有 譬如说内因 就是自己的身体免疫 体质比较弱 或者是比较疲劳 刚才我们也说过 外因很简单 就是空气的污染 温度的冷热转变 或者是空气指数的污染程度 又或者是会不会你感染了一些感冒 而没有好好地处理 如果是我们中医所谓的 风寒鼠湿醋火 你感染了这些外邪之后 你没有好好地妥善的医治 而令到它出现一些后遗症 延绵不断的出现 譬如说 如果感冒也有鼻炎 也有一些鼻塞 流鼻水 如果你不去根治它 很多人吃了几天药就会停止 停止之后 可能有鼻炎未清 令到鼻里面的抵抗力 会一直下降 而这样的情况 令到它 演变成慢性的病症 就是引致鼻敏感 慢性的鼻炎 对 慢性的鼻炎 那些情况 其实你刚才说过内因 有没有跟哪一个状腑 特别密切关系的呢 有的 其实鼻敏感主要有 針对三个状腑的 一个来因因素 譬如说 我们主要是肺 第一个器官接触的 就是我们呼吸 因为鼻也是肺 呼吸道的一种疾病 首先也是接触肺 所以肺是一个重要的关卡 其次就是皮 皮也是很重要的 它运化不得当 原药吸收不好 也会令到 刹不起的人 刹不起的人 原药质素不好 真的体质就会下降 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就是肾 肾功能 如果肾功能好的话 抵抗力自然好 人就会结实些 抵抗力好些 被问的机会就会少些 如果肾功能差的 肾功能的 肾功能的 手脚冰冻 手软脚软 这些很明显 身体差了 就很容易有 引致鼻敏感 加上外邪的 入侵 是的 因为我知道 观众 你知道我们说了 这么多入中医 其实腎也是先天 根本是元气 是的 如果保养得腎气不够 其实你真的拆不起个人 拆不起个人的时候 就什么都坏了 加上肺 中医来说肺 止呼吸 又跟毛孔有关系 肺又不够的时候 抵抗不了外邪 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的 OK OK 这样 讲了中医的所谓 鼻敏感的范畴 其实来说 我看到有些人会问 刚才说我流鼻水 但有些人不是流鼻水 有些人说是稀稀疼疼疼的 有些人说是黄色的 有些人说是绿的鼻涕 有些人是清的 其实有没有分别呢 有分别的 通常我们如果鼻涕是清的 清晰的 白色的 都是初期的 初期的 或者是肺经的 多些的 未深入 未去到一种长期的病 如果是鼻涕已经变色 甚至乎鼻孔里面 鼻孔里面 鼻液都变色 有些变了红 即发炎 甚至会变了紫紫的 这些就是 严重性越来越高 它们出来的鼻涕 可能会变黄 更加稠 是 是 很多时候这些是脾虚 神虚的症状 是 那会不会说 有些病 我们有时说 看见黄色 会不会是热 或者是西 就说是炎症 会不会有这样的分别呢 其实都是一种 比如说 身体的炎症比较重 是 鼻涕的炎症比较重 或者积进比较久 鼻涕里面的悲涎 发炎的程度越来越多 即是一直都没有清晰 它积累久了 它就会变成一种 浓一点的 稠一点的颜色 是 即是说 患病的时间会比较长 我见到有些人鼻敏感 好像只是一早起床 打黑痴 或者不断继续捉鼻 是否会不会是 完全没有鼻水 什么都没有 那些是否很轻微的症状 通常就是 鼻痕 鼻养 这些都是初期的症状 其次就是慢慢会出现鼻水 甚至眼痕 甚至乎 它咽喉都会痕 咽喉都会痕 甚至乎 它慢慢慢慢 如果是严重一点 喉咙都可能觉得 好像有些炎症 但这种是假性的炎症 是因为鼻头里面的发炎程度 越来越严重 或者越来越扩散 深入 它令到一种叫做 慢性的咽喉炎出现 都会有的 慢慢延伸出现 严重的话 甚至乎 鼻痘里面 它会出现一些蜥肉 是 如果出现蜥肉 那这个炎症 就会更加厉害 更加厉害 更加厉害 如果出现了蜥肉 你需不需要说 西医 好像说 手术 可能做手术 弄了蜥肉 是的 没错 中医有没有说 有些药可以吃了 可以清掉它 或者是减低它的情况 中医就是 我们都有一些药 可以清掉鼻里面的 一些肿脏 甚至是一些蜥肉 譬如我们很多时候 会用到 新鱼花 苍耳子 或者鵝不食草 这些药 去消肿 散乳 这些药本身里面 都有一些抗过敏原的功效 也有些消肿散乳的功效 我们通常用了之后 效果都很理想 效果理想 不过我想提提 这些观众 刚才秋医师说到 鵝不食草 因为这些大量不舒服 令到你的胃 会有刺激胃的 是的 所以这个 都不会自己试一下 先看看意思 要是我知道 鵝不食草 有些人吃久之后 胃痛也很重要 而且有些人会嘔 胃气脹 是的 所以这个 要小心一点 也要根据医生的指示去服用 看医生之后才用 没有自己在家吃 没错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 中医 我们看病 分成症型 风寒风烈 你自己也分不到 你觉得有些症状 可能 看了一本书 或者有些人说 可以 吃了我们之后 可能加深入病情也未成功 周醫師 你提到鼻敏感和感冒 我知道 感冒都容易发生在某一类的人方面 譬如说 感冒之余 鼻敏感 鼻敏感 对小孩有没有特别严重一点 因为小孩如果出生 有些人一出生便会有鼻敏感 我知道 跟濕疹 烤喘 这些关系很密切 其实是否有这样的根据 在临床上 我们见过很多 这样的小孩 如果身体比较虚弱的小孩 我们经常见到他有鼻敏感之余 都会夹杂着一些免疫系统低落的症状 譬如说 刚才说的濕疹 这也是免疫系统低落出现的 几样东西 免疫系统的问题 都会夹杂在一个人身上 而小孩因为身体比较嬌 静气未旺盛 体质又比成年人虚弱一点 所以他患这些免疫系统病症的频率比较高一点 而且现在的父母 很多父母对比较重小孩 很多时候小孩喜欢吃的东西 他们会给他吃 尤其是冰淇淋糖 薯条 吃了很多不健康的食物 吃得太多 皮胃都没有人生得好 很滑滑 皮胃消化本身也不是很成熟的发育 再吃这些食物 它本身的消化能力越来越差 抵抗能力越来越差 而且这些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价值也不是太高 吃得太多了 本身正常应该吸收的营养可能缺少了 不应该吸收的东西是吸收得太多的 令到它的体肯定力越来越差 而且很多糖果 冰淇淋 这些成分之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 血气循环比较慢一点 因为冰淀的东西和甜的东西 都会令到我们的血的韻痕更差 差一点 因为甜的东西会进了肥胃 所以小孩吃完糖后没有饭口吃饭 消化会比较差一点 还没有太好胃口 甜食吃了之後 還有現在的糖色色素很多 還有那些糖不是單糖不是葡萄糖 是複雜的糖 所以你的脾胃要轉了幾十次 才可以分解到葡萄糖那麼單糖才急收 還有現在的糖色很複雜 不單是糖色夾集了很多吸引你的顏色 素化劑也有 甚至乎加了什麼膠 這些可能加了啫喱 加了什麼菊 加了什麼朱古力 甚至乎有些你不知名的東西加了 那些不知對消化系統有什麼損害 所以也直接影響著小朋友 越漂亮的糖果 越漂亮的東西就最毒的 越毒的 越簡單的東西可能沒有那麼毒的 所以少給小朋友吃五顏六色的 七彩繽紛 很吸引的糖果 對小朋友的腸胃消化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上半段時間 WC提到很多鼻敏感 特別的原因 特別的肌理 等下下半段回來 我想知道多一點 究竟鼻敏感中醫的大方向是怎樣去醫治呢 剛才Daisy找了一些收集資料 關於中醫的鼻敏感分開了不同的症型 回來的時候 我們詳細再問問周醫師 好 因為實在太多人有鼻敏感 好嗎 我們下半段回來再說 各位觀眾 又回到下半段的原來中醫的時間 Daisy 上半段我們剛才說過 問周醫師不同的鼻敏感症狀 發病原因 其實我知道除了周醫師說的之外 外國也有很多時候發生 花粉症那些好像也是 也是 花粉症其實也是鼻敏感的一種 花粉本身也是會引致鼻的過敏 很多人對花粉會敏感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敏感 有沒有特別顛邊的花是比較敏感的 都沒有分哪種花 總之 因為好像外國 好像澳洲 那些花很多 各種的粉都會飛到外面 其實很難介定不清楚是哪種花的粉 都是混在一起的 有些花比較敏感 我們就避一避 通常飄過來都會混合很多種不同的花粉 是 很難介定哪種 是 其實基本上就是有花粉 總之刺激到鼻 這些 都會引致鼻敏感 沒錯 即是外國鼻敏感也是很普通的疾病 很常見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受到花粉的刺激 對花粉有敏感 正氣是否夠不夠 你本身的抵抗力好 靜氣好 他對花粉也不會敏感 是 但有些人是對花粉特別敏感 是嗎 回到香港 他又沒有這種花粉敏感的鼻敏感 取而代之就是我們那些 是否空氣 是 是 是 周先生 我想知道 剛才也問開你 其實中醫大方向原則的時候 如何去治癒鼻敏感 其實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治癒 例如初起的 剛剛是比較淺表的 是屬於肺經的話 鼻體通常會比較清晰 症狀通常會發生在早上更多 例如打癡 鼻癢 都是在早上更多 而且不是說 可能在你生活動下 眼睛就少了 這種症狀 晚上也會少一些 是 早上起床是特別不明顯的 是 如果 這類的症狀的話 都屬於肺虛 氣藥 所以 我們會針對 醫治肺經的方法去治癒 是 通常我們會用 肉瓶風散 加減 保肺 健脾 保神 沒錯 我知道 Tracy 你昨晚都做了很多 研究 好像想問一下周醫師的情況 我想說 剛才你所說的肺虛 除了這些 你們中醫也介紹過 皮 腎 在這些方面 會否引致另一種症狀 鼻敏感 通常 如果是 日子內的 或者 本身皮胃比較虛弱的人 他會引致的鼻敏感 就是 症狀會在皮 比較多 皮胃虛弱 這類的皮胃虛弱 出現的症狀 不僅是早上 重症狀會多於肺虛弱 例如下午 可能會比較明顯 鼻涕可能會比較黃 而且顯示到 皮虛化不了濕 會夾著一些黏稠的鼻涕 有些用鼻液倒流 甚至要倒流 有喉嚨 所以這類的症狀 我們就要 劍皮 化濕 才能夠 醫治 皮虛弱的一種鼻敏感 通常我們會用到 四君子湯加鑑 是 劍皮化濕 那你講完有虛 我也學一下 聽到 虛有些是熱 醋 有沒有引致另一種症狀 通常就是 比如說 鼻敏感 我們通常是顯示虛症多些 因為剛才說 反覆發作 反覆發作 通常是免疫能力低下出現 陽虛症見多 通常出現手腳冰凍 或者怕懶 或者身體比較疲 或者面積廣白的人比較多些 顯示在虛症方面比較多些 而在實症方面比較少些 這個鼻敏感來說 如果出現實 即有實的情況 都是虛極 即虛極之後 出現一種假的實症 物極必犯 假的實症 不是真正的實症 可能它本身已經身體虛弱 突然游完水之後 毛孔疏鬆 可能突然急性又發作 那些都是屬於虛症型的 是的 這些是所謂的症型 我想詳細 可能臨床 你可能每個人都認識 是的 記得 我知道臨床上有不同的症型 有不同的臨床表現 但是這些 或者周醫師可以講解幾個簡單的 譬如說 我也知道風熱型是最簡單的 是的 還有一些脾胃的 還有一些 剛才你說的 腎的情況 臨床表現是怎樣的 腎虛型 夜晚發作 也會比較頻密 會影響睡眠質素 而且鼻涕 也比較多些 而且好像 流極都不完 不厲害 早上、下午 夜晚都會來 全天候 而且這些好像老人家多些 老人家多些腎 有些是夜尿多 有些是吸兩聲 忍不了尿 是的 但有時候 婦女生育後 或者年紀大了 因為她鬆弛了 鬆弛了 都會容易出現這些症狀 是的 如果這些情況 我們真的要 肺皮神 三陽一尺 溫許她 補回 沒錯 可以吃一些 溫補一點的食物 做中藥 但又不能太粗 醫療的鼻敏感 太粗 她可能會受不住 是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假象 假象 你只可以聲揚 但不可以說 強力去補虛 是的 各位觀眾 如果真的出現了這些 所謂的慢性的鼻敏感 真的要先看看醫生 如果自己越吃越差 剛才提到這些 醫療的鼻敏感 是以中藥為主 其實鼻敏感 有沒有中醫 有沒有其他方法 醫療的鼻敏感 其實中醫還有很多方法 例如我們中醫會用針咎 穴位的按摩 甚至是用氣功的調理 因為我喜歡氣功 周醫師一定熟 是否會示範一兩下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會示範一兩招 針對鼻敏感的穴位按摩 以及氣功的練習 可以幫助大家 強化肺經 增強抵抗力 其實 講到針咎 其實有沒有哪些位置 我們自己都可以 按一兩下 可以抒解一下那種不舒服 平常可以自己按一下 有的 通常鼻敏感出現的 就是鼻塞 流涕 通常我們最常見的 針對鼻孝的通暢 有時鼻塞流水 很多時候我們會按營香穴 營香穴 就是鼻的兩側 脫陷的位置 按著這裏 大力按壓 或者加少許旋轉 按壓多久 有沒有5至10分鐘左右的時間 通常 如果是以次數來計 按壓轉動36次為適度 而且是以動作緩慢為適度 如果以時間來定 通常5分鐘左右 都是5分鐘 有沒有分開順時針 逆時針 通常我們向內圈轉 內圈轉 向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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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補的方法 對 沒錯 而且會令到 注意力 集中在手指尖上 力度要透在指尖上 才能夠集中的力度 刺激到穴位 周醫師 我想請問 你剛才教的方法 是否不理什麼因素 而產生鼻敏感 也是這樣 因為鼻敏感出現的時候 有一個共通的症狀 就是鼻塞流鼻水 鼻痕 所以我們通常針對穴位 通鼻塞流鼻水 另外我們還可以做一個 自我的一種保健按摩 對整個鼻痕 鼻的穴位 讓血液流通 它的抵抗力也會好些 消炎效果會好些 而且很多時候 我們出入冷氣場所之後 尤其是頭部或鼻附近的 血液循環是比較慢些 通常在冷氣中 特別適合做抹押動作 除了穴位按摩之外 我們有另一招 就是我們用穴滯位 用穴滯位 在鼻樑兩側 我們向上推 兩側向上推 而且動作要慢 一上一下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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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按摩的鼻孝 通常的血液循環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 鼻的抵抗力比較好些 而且 血液循環好了 鼻會暖些 在冷氣場所裏面 沒有那麼容易打黏 而且 亦都可以通鼻塞的效果 那你這個方法 不是隨意地做 還是要限制做幾度 通常都是36度 一上一下一次 慢慢做 注意力要集中在余滯位 余滯位 余滯位 其實有時真的做不到 你知道在街上這樣做的手 都挺肉酸 別人以為你做的 如果真的這樣 我們在公司都有一些 可不可以用手 搓到二的時候 搓到鼻子 好像也有些幫助 可以 搓到二的時候 搓到鼻子 都是令到溫度上升 血液循環加快 你剛才說過這個方法 會不會是出入冷氣的地方好些 一冷一熱 會好些 在辦公室也好 在家裡也可以 如果有冷氣一冷一熱 最好還是要做這個動作 如果覺得尷尬 躲在哪裏 躲在外面 躲在外面 在辦公室最方便 方便 躲在辦公室 或者在哪裏沒有人的地方 可以先做 很快 可能是三多分鐘便可以完成 我知道剛才你說營鄉這個位置 剛才你說還有一些保健 有些人可以按營鄉 我知道按合谷 筑三里 印堂都可以幫到手 沒錯 筑三里本身可以增強脾胃的功能 亦可以增強抵抗力 剛才我們教的營鄉是針對通秘室 對 兩者如果相負相成更加好 按合谷 好像是肥胃的胃經 也是肥胃的 對 如果是鼻塞 太厲害 有時會令到眼睛很脹 甚至乎有些頭痛 按合谷更加適合 亦可以有通暢氣機的作用 這是針灸的方法 那推拿呢 推拿呢 推拿也有些幫助 對 有些幫助 只要針對頭臉部的穴位 令到血液循環的按壓 推拿也有促進抵抗力 或者令到經絡腸痛 腸痛 鼻塞也會快些通返 通返 通返 我知道 小朋友 你知道剛才說過 最容易有鼻敏感 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終於幫他們 用獵尺 是嗎 獵尺是幫到他的手 是嗎 都幫到手 但是就說 要找專業人士幫忙 你自己不要這樣做 是嗎 剛才教的 一些手法都可以在自己家裏 自己做肯按摩 是可以的 是 但是 姚醫師講的這手法 真的要找專業人士幫忙 因為那裏真的在小朋友的背部 是的 是 就是可以幫他增強那個肺氣 平時 就是 這樣容易 抵抗力較好一些 是 甚至乎現在經常很樂行的 那個天咎 其實都是 都可以針對鼻敏感 就是那個效果 不很理想 是的 很多時候 是 因為天咎是針對肺經的 那個效果是特別理想的 是的 而那個 鼻敏感很多時候都是 牽涉到肺經 或者抵抗力較低落 天咎的溫氧效果比較好 提升免疫系統的功能效果比較理想 我知道夏天的天咎就完成了 但是冬天好像還有一次 各位觀眾想夏天就叫天咎 冬天就叫冬咎 你想提升免疫 記得找周醫師 周醫師幫你貼得很順暢 一定 歡迎自甘 周醫師 剛才講了針灸推拿 剛才你說氣功 因為我知道氣功你經常會教別人 沒錯 調理身體 調理身體的氣功如何 升低能力減低鼻敏感的陌生好嗎 好 我們教一招叫初草成的功法 這是針對肺經和抵抗力的 增強我們肺胸肺的臨巴活躍的 我簡單做一做 是 最適合你了 小心 小心 都可以的 做法就是這個叫初草成 做法就是左腳先跨前 是 左手放在膝蓋上面 是 右手踏上 是 雙目尾閉 是 注意你集中在掌心那裏 嗯 接著吸氣向上 大度 是 經過手臂拉過來另一邊 伸氣 一直一直直線 下回去 是 然後腳用前功部變成 嗯 吸 變回後功部 是 呼又變回前功部 哦 這樣就這樣 是 一吸一呼 為一下 又是做三十六下這樣 這個通常我們以九為倍數 以九為倍數 左邊做完 譬如說九次 或者三十六次 右邊又要做反 右邊是同樣方法 同樣方法要做反對稱的兩邊 這做法就是眼望前方 是鼻吸口腹的做法 是 全身要放鬆 嗯 看來好像挺累的 好像是 是嗎 通常腎氣好應該不會 是嗎 是嗎 因為 周醫師之前教幾個 都好像做得久也挺辛苦的 都不會 這個就是 我們很多老人家 小朋友 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做的 做了後效果都不錯 而且都不會說很累 還有就是 因應自己的體力 要調校一次數 我們剛才說 以九為倍數 你可以做九次 如果體力不夠做九次 那 體力好的可以做三十六次 哦 天老師應該可以選三十六次那一隻 沒有啊 我想我都是做九次 做九次 比較好些 是嗎 對 對 對 我們以前教過一些 有些學員 一些學生 他們開頭的時候 做三次 做完三次 之後 就 支撐不到 很累了 然後坐下來休息 是 再起床再做三次 是 如此之三個月之後 他就開始做九次 是 再做一兩個月之後 他由九次可以做到十八次 是 是 九下也不要緊 那我先做九下 你三十六次 第二次做七十二次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你應該撐得住 做一下就會多 是 不過因應自己的體質 那個程度而做 是 虛弱的觀眾 就做少些 如果是 強壯的可以做多些 因應自己的體質 如果做得太少 如果很強壯的人做得太少 可能又覺得不夠後 是 又不要過量 又不要過量 是 周醫師我想請問 你剛才教過的招式 是小朋友合不合做 小朋友也合不合做 只要他跟著我們的招式 那個動作 怎麼做都會有效果 是 做的時候 記得要放鬆 專注 你要集中在掌心 不要分心 不要左往右往 記得 甚麼都不要想 只想著動作 想著掌心 動作的時候 一直注意手掌 動作 就會慢慢 你當你的手經過的時候 我們身體磨擦的時候 會產生熱力 是 是 你手那裏 亦都有大動的時候 亦都會將磁場 大動經過這些肺經經絡 會刺激肺血液的循環 亦都會刺激空腺 我們這裏附近 空腺附近很多空腺的淋巴 當你移動的時候 亦都會刺激空腺的淋巴活躍 可以增強肺經的免疫系統 亦都有一個預防和抵抗外來病毒的作用 除了可以醫治鼻敏感之外 亦都可以醫治預防治療 一些傷風感冒的病毒入侵 剛才我們說了體醫生開藥 針灸推拿 氣功 有沒有湯水 我們都很關心 很多時候我們都喜歡喝湯 廣東人特別 有沒有介紹給我們 都有的 最簡單的湯水 剛才我們說的鼻敏感 都是一些肺經的疾病 比較多 初氣的時候 如果不是太嚴重 可以煮湯水 強化我們的肺氣 譬如我們可以煮的 北旗 遲實 北旗遲實 可以增強肺經的滅熱能力 預防的鼻敏感 亦都是有效的 而且北旗 這些也是 在玉瓶風散裏面的主要用藥 有沒有用藥要多少 通常是四人份量 北旗用一兩 一兩 瓷實用五錢 五錢 那就加珠錢 珠錢 如果有流鼻水的情況 其實我們可以加少許白紫 或者鼻塞 我們都可以加少許生兒花 不過湯會苦一點 可能你要用蜜棗 或者紅蘿蔔來中和的藥味 來令湯好喝一點 是的 我知道這些藥量 都是我們醫師經過幾多個人份量 用多少 因為我知道這些藥量用多了未必是效果 用多了未必好 剛才我們所說的用量 其實都是一家人 三四個人喝的份量 如果是一個人喝 可能會多了少許 是嗎 那麼 我們平時生活有沒有什麼條理 防止預防或鼻敏感 都有的 比如我們 我們注意自己飲食是很重要的 我們飲食 不要喝太多生難的食物 肥甘厚利 肥甘厚利 煎炸油利 辛辣的食物都不太好 譬如說 為何生涵的食物不好呢 我們吃得太多冷的食物 亦都會令到我們 雙脾胃 雙脾胃 令到血液循環減慢 身體容易積聚乳血 是的 還有我們經常吃冷的食物 因為我們吃了冷的食物 口腔的入口 食道很近鼻和肺 亦都會令到肺 和鼻腔和氣管的抵抗力減弱 所以很直接會影響到 譬如說 外來的病毒侵入 甚至乎 鼻血液循環減慢 抵抗力會下降 這是最直接的影響 而且應該少些吹冷氣 少些吹冷氣 不要經常開大冷氣 吹熱自己 又穿衣服很少 記得要保暖 如果出入冷氣場所 穿上衣服保暖是很重要的 大冷氣 香港人來說是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重要 但不要說不開冷氣 沒錯 不開冷氣也很難頂 入冷氣場所的時候 脫上衣服 離開冷氣場所時脫上衣服 令到溫度調節會適中一點 而且太寒涼的食物也不會吃那麼多 太寒涼的食物也是 苦瓜 但夏天的人喜歡吃苦瓜 要因應體質 好像我們喜歡用藥也一樣 本身身體已經很虛弱 還要製造一些寒涼的食物 還要製造一些寒涼的食物 同樣就是 我們不是分夏天與冬天的問題 都要分一應自己的體質 如果你的體質很虛很寒 無論夏天冬天都不適合吃太寒涼的食物 香港人很喜歡喝涼茶都要小心 不要去街邊做一杯24味 有些喝到暈了 有些喝到立即休暈了 因為你本身體質不適合 喝下去就會更加傷身體 所以喝涼茶都要適當 如果你的身體是實症 或者本身很壯實的人 就可以喝涼茶 滿臉暗瘡的人就可以喝涼茶 但是如果本身很虛弱 但免疫力很低的話 就少喝涼茶 肥金厚味的食物 都是令到雙脾胃 難消化的 其實下去也是 我們對所有的病 都是飲食要注意 人的心情要保持開朗 沒錯 另外就是 你發現了那種病出現的時候 不要自己馬上去吃藥 最重要是先看醫生 因為我們中醫講求所謂的辯證 如果你亂吃的時候 反而加重病情 沒錯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周醫師 今天很歡迎Daisy 下一次我們又有新的題目 講不同的病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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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